文字幕志愿者 俊大光 有關於就是上午提到這個吉田訊號 其實我們這個吉田訊號它可以量測 其實還是有很多 有關我們在手啊或者是腳 甚至我們的大腿等等都有很多的肌電訊號 那在神經院的傳遞這一塊就是 若方我前面提到的 它就是我們的肌肉只要有被觸動 那它就會釋放這樣子的一個電訊號產生 那進一步讓我們就可以壓制到 那個肌肉每一個肌肉素的這個電訊號的釋放 那它在醫院裡面可以有一些輕入式的 那在課程上我們就是使用這個比較表面式的這種 那它雖然兩次放比較大然後雜訊比較多 不過在確實我們在使用上其實也是已經非常實用的 那進一步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肌肉素 其實我針對性的做兩次的話可以做到非常精細的研究 那在這一次我們會使用這個肌電訊號做兩個分析 一個是力度的分析 一個是疲勞度的分析 那在這個力度分析我們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處理的這個大力小力 它可以看到這個這個白幅的正幅的這個變化 那在平面的部分我們只是在後面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 那主要我們做的方式其實就是兩種 一個是我們通用的這種Lumen²這個放均分的方法 把這個數值做平方之後再處理這個平均 然後最後做一個開根號的方式就可以做處理 那IEMG的話就是用絕對性的方法再處理平均 其實在概念上是非常類似的 那進一步因為我們在手指處理的時候 其實可能會需要經過一些簡單的 會有一些手會震動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擺盪 那在課程裡面我也有介紹一些綠波的概念 那整個做變化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透過Lumen²的方法可以看到 把這個 這個 我們的基線圈號轉化成 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力度的方式 那 那 MA的話則是moving square moving average 那它就是 其實也是一個 如果在 數學上其實是非常 簡單的 只要把這個 我們數值去做相加 然後做平均 就是moving average 像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有這串數列跟這串數列 把這個 前四個加起來做平均 把這個 四個加起來做平均 那就是 我們就會說 這個 AY是 AS的moving average 過的 韓式 那它的這個 N 它的這個 窗格是取四 來做 處理 那 整體它的這個 概念就是想要把這個 雜訊還有一些 我們這個訊號做的平滑 那 它就是 效果會是像這樣 就是原本原本非常的這個 曲線 雜訊非常多 那 透過moving average 可以變成是一個 比較平滑的曲線 那 我們先 針對這個 力度來去做 課程的介紹 那 演算法的 呃 濾波器的部分 我今天如果 最後有空的時候 再回來去做解說 那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方便 就只要在課程教 教材上面 只要做 脫意就可以把這個 程式來去做分析 那 我們 這邊我都有 先寫好一些 函事故 大家只要 做 使用 就直接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那這段 今天訊號是我 提前錄製的 提電訊號 那 我把 我大概錄了 二三 十幾二十秒 那我這邊取了 二到八秒 先來給大家 查看這個內容 那 在這一段可以看到 在這一段 一開始我是出比較小力 然後 後面出比較大力的這個狀態 那去看說 我們的這個 肌肉的這個訊號 到底實際上 反應到我們的這個行為 是長什麼樣子 那 簡單的 我們要做一個 因為 在論文的描述 其實我們 常用的機械訊號 會落在二十到四百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訊號給 算進來 然後就是 它就可以 接著我們把 我們手 再擺盪 可能微微的這個 我們一秒上下 可能兩三次的這個擺盪 給濾出 看到最清楚 最乾淨的 我們的這個 肌肉神經的這個擺動 這個訊號 那 就可以進一步 來做 比較 醉魂式的這個分析 那 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LuminSquid的方法 就是 割窗 我們先取個五十 來做 平均 進一步來看 它的這個 畫面 它就是會把 原本的 可能有在 負平的地方 把它翻正 進一步來做 加乘 那我們用 N200的話 來去做 看 查看就可以看到 非常平滑的這個曲線 那 在取N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 要非常注意的 因為 如果你取的N 如果是太大的話 很可能 原本這邊有的 力道的這個分析就會消失 因為你取的這個 平均太大了 那 在 操作時速上 也要特別注意 另外這塊 就是IEMG的 就是取絕對值的方式 這邊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這個 演算法是非常簡單的 可以看到 ABS是Obsolute的這個 絕對值 那 Nin的話是平均 那就把它做加乘 就可以去得到 我們的這個數據 那 實際上 在 操作的話 我們再透過一個 MA的方法來去做 優化 進一步把這個東西去做 嗯 簡化 然後 看到我們最 實質上 我們的這個 力道在 出力的過程 它的這個 大力 一個很小力的這個 分布曲線 那這個是我出最大力的時候 可能 在肌肉的這個 嗯 濕裂的狀況可能也 比較不穩定 所以會有一些起伏的產生 那 如果 比較眼尖的 老師可能就看到 欸 這邊有一個隔窗 12-200 在MA這一塊 那這邊其實 我們在做 嗯 IEMG 或者是 RuminSquare的時候 其實也要設一個N 其實在實際上 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 只要 把這個N 如果也設大一點 其實它就可以有 類似的效果 那因為我在教學上 會希望把更多的概念去 帶給學生們 所以 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如果把 直接單用 RuminSquare這種 方軍跟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達到 很不錯的效果 那 在 課程中也可以 透過這樣子 不同的互動 讓學生們理解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演算法 為什麼 使用這些東西 而不是 進一步來去探討說 可能 你在程式設計上 其實有更多的 簡化的方式 或者是 更迅速可以計算的方式 都是透過 我們這些 這些 猜錯的設計 就可以去做 引導的學習 這樣 那進一步 我們來看 肌肉的皮膠指數 那 皮膠指數的話 就是 它其實是相對比較 沒有那麼直觀的 不過 還是有一些 概念可以依循 就是 在 肌肉的皮膠指數 其實 主動我前面提到的 我們的神經 其實是 會 在我們出力的過程中 去 來回的這個 傳送電訊號 讓我們的 身體可以知道 所以 在我們的這個肌肉 如果比較疲勞的時候 其實 神經的行為是 它會跳的比較慢 然後會跳的越來越慢 所以 當你的這個 出力非常久 然後 而且是 你的這個 可能 你運動已經 前面已經 運動一個小時 比如說你爬山已經一個小時 接下來 你其實 你會感覺 你想要出力 可是你又力不從心 你的可能 已經有點 站不起來 像爬山的話 你可能 這一個階梯已經爬不上去了 在那個感覺 那個當下 其實是你的神經 已經 傳遞非常慢了 那 你要收縮的那個瞬間 你也很難去收縮 肌肉很難去 打到你 只是要爬上這個階梯 那 在訊號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最 核心的概念 是 頻頻的訊號 變少 低頻的訊號 變少 也就是像 這個 我們學FFT之後 可以看到 從左邊到右邊 這也是 不同的頻率訊號 左邊是從0 開始到100 那這邊是比較少的 那100以上可能 就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 左邊低頻 右邊高頻的這個狀態 我們去看說 它這個低頻的能量 是變多了 還是變少了 來去知道說 我們的疲勞指數的這個 疲勞 這個狀況的變化 那 學理上要 還是要去量化這件事情 那就是透過 它 提出了兩種 一個是MF 一個是MPF MF是指說 我把這個這個 全部都加起來 從0到500加起來 那 去 看說 這個 我們總和 假設加起來是1000 好了 那 是說 500的位置是在哪裡 比如說 因為 看這個 假設我們 0到1000加起來是 10000好了 那 加起來 10000的一半是5000 那就是從0 加到 看 加到100 可能就是5000的位置 去看說 那個頻率是多少 那這就是MF的概念 所以 可以想像說 假設我們PL度越高了 那 我們低頻的這個位置 越來越多了 那可能就會變成說 這個能量比較多 那它就會變成是 達到5000的這個點的位置 可能是會往前移了 那可能就是在80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去看到說 嗯 這個頻率重點 也就是MF的位置 那 MPF的話 則是 指說 就是 我們這個 有點像加乘頻率的概念 在每一個頻率 假設 1赫兹2赫兹3赫兹 它有對應的這個頻率 然後去 去乘以它的這個能量 比如說 這裡是1.0.01 這就是1乘0.001 0.01 然後2乘0.02 3乘0.03 就是把它做加全平均 那 全部東西都加起來之後 去處理它的那個 這個 原本加起來好像是1萬的這個 數值 就可以去知道說 它的 整個 整個 能量 頻 中點的能量頻率是多少 那 只要 我的低頻 能量越多 那我的MPF也會相對的增加 進一步去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 低頻的成分 我們肌肉 已經沒有辦法再跳得那麼快了 代表說我們的這個力 一定掉以越少了 那 在這個 運動科學上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常用的 那 如果是要應用在 我們的某個科展 比如說 在 比如說 長輩爬山的這個 運動狀況的分析 那 就可以透過這個肌肉的疲勞度 來去做 做一個 簡單的專題應用 後面還有眼電跟PPG 那 在概念上 我就是簡單的先說明 那 我先把眼電訊號 其實PPG也都說完 如果有時間的話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在教 那個 心臟的疾病分析的那塊AI的概念 這樣 那這個的話 是EOG 他是我前面提到說 在 我們的一些微表情 如果在犯罪科學上 我看到他是往 左邊或右邊飄移 他可能是在說謊 在創造 一些 不存在的事情 那如果是看另外一邊 可能就是回憶 我們這個圖像是在 闡述一個他真的做過的這個事情 那同時他其實 可以做到很多人機介面的概念 像 那在實際上要操作的話 我們就是透過一個斜率的簡單的分析 就可以去做實說 可以看到說 我們去 我們在變動過程中去看到 眼電線號的轉化 那我們把這個透過斜率分析法來做 計算 就可以來去知道說 我們的眼睛現在定位是在哪裡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 一些基本的 斜率的方式 那就是我把 我的這一點的前兩點 跟後兩點去做 加圈平均 就可以知道 我現在的斜率是多少 那 其實我們是轉換過程中 他就是會 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定位 眼球的位置 那 這邊有就是 動畫 就是 我在這個程式裡面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動畫 讓 學生們可以在 兩次的過程中 有一個簡單的這個 說明 那 進步就是 前面 剛好有一位老師沒有看到 是 我在 課程上 我有安排 就是 在 了解 讓學生們都有了解 這個 訊號之外 我進一步有去規劃 就是 讓他們可以去去控制 一些 馬達 然後可以去知道說 機械手臂 用你的肌肉訊號 就可以去控制機械手臂 那 作為眼電 也許你可以去控制一個 自走車的方向來去做 學習 然後進一步做一個應用專題 那 眼電訊號的話就是 我這邊在介紹的時候 我先用一個簡單的這個 程式讓他們去做動畫 來去做呈現 那像這樣就是 可以看到我們眼睛 在 擺動的時候 會有這個 訊號的產生 那進一步來去做分析 就可以知道我們的這個 電訊號 對應到我們的這個眼球的位置 PPG訊號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手指脈搏的這個訊號 那 其實 在過程中我也是 在安排這個教案 以及教材的部分 也有收集的很多資料 只要老師們有 想要就是 也引進這些課程 我們都可以把這些資訊去做 釋出 然後也 協助老師們做 培訓啊等等 都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就是 簡單的這個 斜陽啊 還有斜陽的這些 概念 那 像我們在做 斜陽 我們都要夾那個斜陽儀 那一套可能就是要 四五千塊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做的 那這邊我們就是教你 怎麼去實做這樣子的課程 那 其實 主要在 我們這個 心臟收縮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 把血液打到全身 同時也會到我們的手指 那在收縮術上的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 手指的這個 血管 是會 隨之 變粗 變細 那 光的這個 方式就是 我們把這個 光打進我們的手指 然後再透過一個 嗯 光二極體 它可以去感測 光的這個變化 只要我們的手指 變粗變細 那 它的這個光被吸收的程度 就會 可以 增減 那 進一步就可以 去 接收到 或者是轉化成我們的 實際上看到的這個 PVG訊號 那 它可以用在手指啊 或者是腳指 或者垂分的 就是 在 嗯 血管 整個表皮 比較 薄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做量測 那實際上 它怎麼去量測到我們的血癢呢 這其實要歸功於 呃 非常多的科學家 然後去做統計 以及分析 知道說 其實我們斜觀裡面 我們這個 吸氧血跟脫氧血 的這個 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血紅蛋白 它的這個 帶氧的比例 的不同 然後我們的 吸光程度就會有所不同 那 常用的我們 像在甲具裡面 我們就有實作這個 紅光跟紅外光的 這兩個 這兩個不同的 光源的實作 那 可以看到 HBO2是 呃 有帶氧的這個 血紅蛋白 它的這個 針對 HBO2 針對紅光的這個 吸光程度 是比較少的 那 如果是脫氧血 紅蛋白 RHB 你可以看到這邊 上面是橘色的這條線 它是會吸非常多紅光的 那 如果對紅外光來說 這個相反 所以 根據這個 原理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分析說 紅光跟紅外光 分別被吸了多少 來去做一個 喔 數值的轉換 進一步去推算說 我們的 身體裡面 血紅蛋白的 比例 有多少是氧痕 有帶氧的 有多少是脫氧的 就可以知道我們的 血氧值 那 除此之外 也可以去計算我們的血壓 那 這個是怎麼實說到呢 以前我們在醫院啊 現在都還是用那種 修陶式的 要手要放進去 然後等 閃 一分鐘兩分鐘 然後 出來有一個數值 但是 實際上我們的血壓 其實是 持續會在做變化的 到很緊張 或是生氣 或是在那個瞬間 其實 我們如果要知道說 每一秒 每個瞬間的這個 血壓值是多少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那 它主要是 在協助我們說 一開始 我們可以先量測到 我們的行電圈套 是ECG這個 行電圈套 從心臟門 擠壓 血液的瞬間 然後 它會流到 我們的手指 在這一段時間內 其實 它是有個時間差的 可以看到 在這個 第一下的這個 行跳瞬間 進一步 傳到我們手指 這個PPG 它其實是這個叫 Post Arrive Time 邁多的抵達時間 或是 人家也會說 Post Transit Time Transit Time 就是 邁多的這個傳輸時間 這段時間 正是我們拿來 去推估血壓的 非常有力的證據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血壓 它其實是 血液擠壓我們 血管的這個壓力 所以 一旦我們的血壓越高 其實它擠壓的力道越大 它的傳輸的速度就會越快 所以 一旦血液流速越快 就代表 這段時間 會越陡 那只要我們知道 這段時間的時間差 就可以去推算說 我們的血壓值是多少 而實際上在就是 持續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就是 就是 血液這個流速 或這個波速 它其實就是 我們的血管彈性有關 然後 其實進一步 也跟我們的血壓值有關 在研究上面 我們跟陳大醫院 這邊在配合的 下一個研究 是要去看說 我們的動脈硬化的程度 這個也跟 這個 我們的這個 血液的傳輸速度 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好 那就是 實作上面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PPG 訊號 我今天只有帶一組 那 待會如果 老師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來這邊做實作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該怎麼去看到我們的 新的PPG 訊號 那我們採用的其實是 Google提供的 它就像Google的雲端音疊壓非常方便 只要你有任何程式碼 你有任何的 就是 只要有網路 它這邊就會提供非常強大的這個 運算 讓我們可以 很方便的 在任何的環境 只要有網路 就可以去做實作 那可以看到就是 一般我的這個 PPG 這個脈搏訊號 像這樣就是 在我心臟收縮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非常大量的協議出來 那 在心房收縮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小的波形 所以整體上 其實在跟心臟訊號的分析上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去看說 它的這個波峰值是多少 初步計算我們的心跳速率 那 同時其實要去注意就是 我們這個 距離的這個 設定 那 它的這個距離 要根據我們的取樣的這個 速率 比如說我們是用 FAST 那它就是每 每一點跟一點之間是差 0.001秒 也就是1毫秒的這個狀態 回推我們的這個 心跳速率 可能是多少的這個概念 來去做 計算 是最合理的方式 抓到每一個 看到紅光 紅色這邊 可以看到每個 波峰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看說 喔 那 第一個波峰和第二個波峰 是距離幾個點 那這兩個點之間 每一個點距離是0.01秒 所以 相減之後 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 相差了 660秒 660個點 那就是0.06 0.66秒 那 進一步去計算 就可以看到 它的這段時間的平均心跳 那 回推之後 去看說你的每分鐘的心跳速率這樣 那 血壓的部分 則是 要去做計算 那 它的這個複雜度 可能會相對再高一點 可以看到說 右邊這張圖 是我去做 分析 可以看到 這其實是一個 麥波抵達時間的這個參數 跟我的這個血壓值 它其實是有個正相關的 我的 這個參數是跟麥波抵達4.4 如果有反比 那 只要這個 參數越 往右靠 那我們的血壓值就會越高 只要往越左靠 我的血壓值就越低 那透過一個 回歸 回歸的這個分析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去定義說 我們這個血壓值是多少 那 它還需要幾個 比較重要的資訊 像是 因為我們 是以距離來 計算我們的 這個時間 所以第一個 你如果能夠量測 你的手有多長 那 讓它做一個 參數來做計算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 如果 沒有辦法量測 手的長度 也可以用身高去做替換 那 PAV的話 這是我們的 麥波抵達時間 然後 把這個東西去做 計算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 寫壓值 回推需要是多少 然後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部分 那 簡單的來說 就是 如果你想要了解 這個公式怎麼出來的 那就是 認真的去了解一下 那 它就是有關於一些 它去計算說 從 MP平方式 這個 它的 這個 力的這個 公式 牛頓的這個力群公式 那去回推 整個 去計算說 我們這個血壓值是多少 這個PAT 我們的計算上面 我們只要知道說 就是 訊號上面 這兩個 PAT對意思就是 在我這個 阿波出來 跟 我的這個 麥波這個 波峰出來 這個 訊號相減 就是我們的這個 PAT的時間 那把這種數字 帶進去就可以知道 我寫壓值了 那我們這邊也來試試看 在這個分析裡面 我們會需要 PPG和型電訊號 所以就會用到 兩個紙板 然後進一步去 把這個 訊號給 記錄下來之後 來去做 兩個 訊號的 同步分析 那把一些資料 收集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來檢測 波形 可以看到這是 第一個 這是在 同一時間內 兩側的 PPG訊號 以及 我們的 心電訊號 可以看到 在同一個時間內 這個 PPG訊號是在 大約 0.552 也就是 0.55秒 的位置出來 那 我們的心電訊號 則是在 245 就是 0.25秒 左右 出來 所以 將這兩個點 去相減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 PAT 就是 麥波抵達時間 是多少 進一步 透過我們的這個 公司去做計算 那 這邊的這個 這個A跟B 其實就是一個個人的參數 它會印象到 跟我們的這個 血液濃度 還有血管彈性 去做一個相 會有個相關性 那其實 在學術上 他們有做了很多 不同內領層的 這個 參數的 這個列表 那對於的參數 是更準確的 就是 可以讓你們自己 就是 如果家裡有寫啊 其實或是去醫院 可以去兩側這樣子的數據 回來做 這個 校正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專題 那 這邊我們簡單的 要知道 這兩個資料點 我們就要先做 波峰的這個偵測 就用前面的這個課程 把這個 波峰都抓到之後 進一步 我們要分析這個 PBG的這個訊號 那 PBG的這個訊號 為什麼我們要先做 血液分析呢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 在分析上面 它 應該要說 我們的 血液的抵達時間 並不是波峰 而是 這個 血液最高的地方 因為 血液來的瞬間 應該是 最多血液灌進來的瞬間 也就是這個 這個訊號 突起的最高的瞬間 所以我這邊的 演訊法 我會帶入 在前面 演練訊號學到這個 波峰偵測的這個 血液分析 來去做 分析 那進一步把這個 血液給計算出來之後 兩個抓到這個 波峰點 全部 取得之後 來去做 時間點的瞬間 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這個 PAT是多少 那 像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 245 這是PBG的位置 ECG的位置 那 PBG的位置 原本是在 波峰是在540幾 但這個是 波峰的位置 我們要抓的是 再往前一點點 是這個 血液的這個位置 血液波峰的位置 那把這兩個瞬間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 PAT的這個時間 Post Arriving Time 就是 我們這個血液值的這個 參數 相減是 235 那把每一個做相減 做平均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數據 那 在紀錄的時候 其實可能有時候 會發生一種狀況是 因為 我們有時候可能 第一筆的 PBG訊號是 上一個心跳 心跳的 心內訊號的資料 所以 可能會需要把 第一筆的這個 PBG訊號去做 剔除 不過這個 不一定會用到 在這個 這次的使用上 剛好是 因為 ECG訊號 先出來 然後再來 踩車 踩車到我們的 PBG訊號 所以就不需要去剔除 因為 我們心臟一定是 擠壓完之後 才會流到我們的手指 那 有可能 我們心臟擠壓完的瞬間 的那個 訊號剛好沒有收集到 這時候就要去做 剔除的動作 那 最後我們把這個東西 去做 計算 那 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看到 我們每一次的 PAT的時間 然後 最後可以做一個 平均 那 這邊的話 則是我 自己 為了 展現這個 實驗精神 所以我是 自己去 量測血壓 然後把每一次 每一天不同時間點的 這個 血壓值跟這個 PAT的這個計算 來去做 呃 紀錄 那 建立這樣子的這個 公式 PAT的時間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 良好的線性關係的 那 最後我們就是 紀錄我們的自己的 這個 PAT的時間 把這個 代入 我們這個 會不會的方程式 就可以知道說 最後我們的 這個血壓值是多少 有什麼 想詢問的地方 或者是 在課程上 做一個 恢復 對其實 包括我們自己的研究 我們都會在 各大的 期刊 因為我們台灣的 研究力是非常強的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這件事 其實就是 很多國外的期刊 還有我們的這個 不管是醫學奠基 我們都會去 投稿 那他們就會把這些東西 去審了說 你的這個 研究脈絡是不是對的 那你的是不是夠創新等等的 那去做一個競爭語 發表 那 這些東西就是 去推動 我們學術界 一直往前進的動力 那同時也讓我們 有更多的這個資源 我們把這些東西 把國際關聯的東西 抓回來 讓我們在高中 以及國中 這一塊 能夠也能夠知道 去接回國際 這就是 這些演算法 我把這些整理出來 希望也能夠 讓學生們知道 這個方式 對 那是會來的 另外的什麼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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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也都還是 像我做一個 線性回歸的分析 其實它是 算是 一定還是會存在誤差的 當然我們在座的這個 修靠式的分析 是這些 儀器 其實我們看到它 顯示一個數字 但如果你去看它的 說明書 它一定會跟你說 它可能有 5毫米拱柱的誤差 或10毫米拱柱的誤差 那要落在多少誤差裡面 才能夠作為一個 醫療器材 賣給我們的這個 醫院啊 或者讓我們做使用 這些就是 我們 透過我們這些演算法 或是在學著 越來越嚴近 越來越 有更多的研究 所以我把這些 演算法 或者這些程式 去做精進之後 然後把它做成 像這樣的器具 能夠賣給 醫院啊 或者是 讓我們的學生 或者是我們的 台灣的這個 醫療產業 能夠越來越 蓬勃發展的 一環這樣 那我簡單的 在最後一環 是有關於這個 如果透過AI 來去做 我們的心臟疾病 分析的課程 好 那 其實我關於AI的教材 以及它的一些準備 對 其實 我想網路上 應該資料理是非常多 那我這邊就是簡單的 帶一下 就是關於AI這塊 我們的這個產業 還有 在我們這個 現行的這個 各個學系的發展 這個狀況 那其實 AI在這個年代 這麼的盛行 然後也這麼的 有 知名度 然後應用在不同的場域 也這麼成功 其實是有它的原因的 雖然就是 在這個 這個年代的我們 可能是第一次聽到 但其實 這已經是 AI的第三次被發表出來 然後也流行的瞬間 在1900 1900的那個年代 其實就已經有 AI這個產生 當時是把很多的演算法 還有數學教法 這樣子的這個內容 來做呈現 但當時的科技感不上 這樣子的 高速運算 沒有辦法去讓我們的 整個 環境 不管是在工業 還是在我們的農業 在各個場域 是 科技力是 不足以去支撐 這樣子的運算 而到現在 在 不管是透過台積電 或者是透過 蘋果 iPhone等等 讓我們有 這樣子的能力 把我們的穿戴式 還有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資源 全部整合 透過大數據 原端的這些運算 高速的 把我們的這個 訊號做分析 進一步來揮穿 到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手機上 來去做這樣的應用 都是歸功於 這個大環境的 助力 那 在整個人工資料 在發展過這麼久的過程中 其實現在也分成了 幾種不同的類型 大家有分成 當然在分類上 有很多種類 那這個是其中 一個比較知名的論文 來協助我們做分類的方式 那其中一種是 就是叫專家系統 他是透過分析我們的這個 專家 比如說 你是心臟科醫師 你是一個 比如說 你是一個 溝通專家 那他就把 這個專家的這些經驗 來去做 統計分析 把這樣子的答案 精準的 歸類到你每一個 資料的類別 來去看你做回復 如果是像心臟的話 你就做心臟的 基因分析 那右邊的話 這是啟發式的 問題解決的方式 那他就是一個 我要解決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Google的這個導航 我們要去解決說 我從A點到B點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那他就會去尋找不同的解法 然後給你一個最佳的方式 這就是 啟發式解決問題的這個類型 那另外一種是自然語言的方式 那他就是透過 我們人體的講話 他需要去間接更進一步知道 我們的人體 我們會有很多的語言的上下文的這個內容 所以他會在時間軸上有更多的處理 知道說我的這一段話的最開始 以及最後在講什麼 那進一步讓我們知道說 他回復的時候是要更精準的 而不是針對片面的這個單詞來去做分析 然後另外一塊還有很大的一塊是做計算機的視覺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很多的特斯拉 我們他如何去做這種駕駛 在這個最初始的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就是要知道說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視 我們在視覺這一塊 我們如果要做到這麼的精準 然後判斷 其實我們要先去了解電腦是怎麼去看資料的 那其中一塊就是 我們的這個像素的概念 像素也就是電腦去看到 每張圖片最小的這個單位 那每個像素裡面其實就包含 RGB的三個數字 假設R是 R是Red G是Green 還有B是Blue 那透過三原色這個 數值的加成 這個效果可以從白光 紅光變成藍光等等 就是透過這些數值去做調整 所以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一個像素最小的基本單位 以及電腦 他能夠看到的這個數值 就是一個RGB的數字 進一步把這個模型 來去透過不同的這個濾鏡來去做轉換 可以看到下面這邊套了不同的濾鏡之後 可以看到有些是變得比較模糊 然後有些是把邊緣做得比較銳利 那 為什麼他要做到這麼多不同的這個圖片 原因是因為他其實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對機械來說 他不知道哪一張濾鏡 或是哪一個這個色階 對他來說是最好判斷這張圖片是7的這個數值 所以 但為什麼他要怎麼做 原因是因為 我們 對我們來說 其實 我們這個影像辨識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的優質是在 他能夠主動去產生 這些不同的圖片 來讓他自己可以去篩選 最有效的特徵 在做這個訓練的過程 他可以去 他用不同的濾鏡 甚至越來越醜 也無所謂 那透過他最後的這個運算分析 他可以去看說 哪一張圖片 對他來說 是最有效的 能夠分析出 答案是7的這個數值 那 他在整個測試的階段 然後最後去對答案的階段 去調整這些數值 就可以讓 最後 他把 非常有效的 可能像這張 這張 他就是 會把權重拉得非常大 因為這個是最清楚的 資料 把這些特徵都把它 產生 自己產生 然後進一步篩選之後 就能夠去做到 非常精準的這個AI模型 那 為什麼這個東西 會這麼的盛行 也這麼有效 最主要就是 它能夠去主動產生這些特徵 因為 在以前 不同的情節 不同的case 不同的突變 如果你是貓啊 你是狗什麼的 我們要去描述說 我們自己在演說 我去描述說 這個狗兒有兩個眼睛 兩個耳朵 然後鼻子跟眼睛的距離是多少 我們把這些特徵告訴電腦 電腦才去協助判斷 但 這個東西 太沒有效率了 而且針對不同的情境 它可能有不同的 需要去處理 以及解決 所以進一步 讓電腦學習如何去產生這些特徵 然後自己去對答 自己去完成這樣的解答 然後把這個 做的這個 訓練過程 去做自動化 那這就是 現在這個 就是 這個捲擊網路 這算是一個 AI的模型的優勢這樣 那 它的這個 實作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張圖片 像我剛剛提到的 有RGB 不同的三個數值 那每一個數值 它透過 一個 捲擊核 捲擊核其實 就可以想像成 它是一個 濾鏡 把這個濾鏡的數值 去做 加乘之後 比如說 一乘一 然後 在這九個方塊 全部相乘之後 這數值相加 把它放到這裡 它就是一個 特徵的圖片 像這邊是 一乘一加 然後這裡是 一乘一 然後這裡總共有 一個兩個 然後 右下講這個也是 所以 三個一加起來 這裡就是三 那 如果再往右移一點的話 同樣是這個濾鏡 它可以看到說 裡面這邊是 一一一 那 只有這個第一個一 是有 有效的 有數字的 那 下面這兩個 對 第三排這邊也是 右下角這邊有數字的 一對應到下面這個一 那 就可以知道說 整個九公格加乘起來 這邊是二 那 把這個東西 去做掃描 然後進一步把這個濾鏡 或的圖片 來去做 存取之後 就可以 用不同的濾鏡 去讓電腦有 這樣子的特徵資料 來去做協助 處理 那 後面還有 更多的這個 有關於AI的 協助運算 以及 它的這個最後的這個 內容 我們在書上 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然後 這邊先不多做 那 概念上其實就像這樣 就會把一個 我們的圖片 原本是一張 油畫風格的 透過不同的濾鏡 它可以去看到說 不同的這個 圖片風格 圖片的這個內容 是怎麼樣 即使它可能變得 比較不容易辨識 但它也無所謂 它要把所有的這個 最廣泛的數據 先都 特徵都取出來 進一步再去做 後面的訓練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這麼多的 AI加速器 原因是因為 這個東西太好笑了 那如果只是透過 單一台電腦去做的話 它的速度會非常慢 那 把大量的數據 重複的做 計算的時候 透過AI加速器 它只要知道 它把每一張圖片 來去做濾鏡 等等 同一個行為 它就可以做成一個 很快速 獨特 獨立 在做於 這個 CN運算的這個 加速器 那它的運算速度 就可以提高得非常快 這也就是 AI加速器的 被製作出來的原因 那進一步 我們要去做 我們的心電訊號分析 在課程裡面 我去收集了 就是 有一些行進不整 也不一定是馬上 就可以收集到 所以 其實我是用 在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很常使用的那個 MIT的這個 他們提供的 免費的這個資料 來做做分析 可以看到正常的心跳 就是很穩定很規律 但如果有一些人 有心率不整 他會突然的 有這樣不正常的抖動 而且 心跳規律性也突然 會變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 我們要教 電腦如何去判斷這些資料 透過我們的 CM模型 然後就可以去做分析 判斷以及訓練之後 就可以知道 有一個很 不錯的精準度這樣 因為 也知道 現在有很多 高中生 他們會需要一些 一些課程的紀錄 這個就是我在 先天宣浩這堂課 我們只有五個章節 所以我們就做了不同的獎狀 在不同的章節裡面 他就可以去 把他從前面 學到這個課程 把他整個揭露出來 像 我們剛剛前面學到的這個 我們做紀錄 他就可以去 把圖片儲存下來 然後去做分析 以及應用 像這個 他只要點一下 他就可以把這個圖片記錄下來 那把這個圖片 進一步傳到我們的網頁上 就可以去做分析 像這個的話 是第一章節的這個 先天宣浩的課程 在書中 以及我們的這個 教材裡面 就都有提到 兩色的先天宣浩 這個 不知道是這個數據 然後把 那整個 算出來的這些內容 都記錄下來 都可以 這兩個 都可以 進到 一個 的 有任何聯絡的話 都可以上官網 可以找到我們的 來的QR Code 或是直接 透過 影片也可以聯繫到我們 那如果後續的安排 也都很歡迎老師們 來看我們的聯絡 謝謝